一位饺子师傅在日本荣获评比冠军 翻台开店 家人群起反对 因为他已经高龄70岁了 为了照顾父母回来台湾 但就是闲不住开店传授技术 但却出师不力 饺子法人稳定 他没气馁 反而越做越勇 用心研究台湾人口味 重新再出发 平静十足 人生经历过多次大起大落 曾叱咤商场 生意失败 转赴日本发展 从洗碗工作起 翻身成为游戏机大亨 为了小孩教育而放弃 转行开拉面饺子店 最风光时期高达一百多间连锁店 我们也是很注重细节 比方说这个葱 我是给它规定 我们是决定说0.6公分 切葱 公分数 决定饺子馅儿口感 葱我们大概所有的馅里面都有葱 都有一点葱 它这个是提味 提味因为要给它 不是说很多 给它到处都有 所以不要太大 可是韭菜因为要让它 有感觉到吃到韭菜的存在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说长一点 要不要0.8 厨房里这位师傅 对于打理备料 有一套自己摸索出来的严谨定律 里面它这个还是有坏掉的 这个一定要切掉 这样子不仅说没有杀 而且把那个坏掉的地方都切掉 说起话来慢调丝里 做起事来有条不问 在日本住了三十多年 举手投足处处可见 森师傅细腻之处 他曾经是贸易大王 游戏机大亨 还夺下日本冠军饺子王封浩 两年前为了照顾高龄 九十多岁的父母 三九牛才决定 关于返乡回到台湾 人生七十重新归零 我爸爸妈妈那时候刚好年纪也 也那个常常进进出出那个医院 那时候想一想 我说没有留下来不行 三四十年都不在 都没有在身边 起初回到台湾 曾九牛除了陪伴父母 每天多出太多空档 反倒让他不适应 作思又想决定开了这家 小小的饺子店 打发时间 我要坐这一间 兄弟姐妹全部都反对 大反对 他说大哥你几岁了 你还要在里面 所以真的是很痛苦 感觉到哇怎么很孤单 饺子店在反对声浪中 还是开张了 过程一开始他处处碰壁 踢到铁板 亏了一年多 虽然说日本冠军有官房 客人不埋葬啊 什么日本冠军 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刚开始被客人骂得要死 曾师傅在日本得奖的是尖角 为了迎合台湾人的饮食习惯 他改卖水饺 但从皮到馅料 甚至包发手势 通通不同 让他倍感挫败 包这个水饺我是回来 在跟他们学的 可是水饺一做 从开始这个形状就不一样 包发又不一样 都是像他们学的 到现在还是包的不漂亮 不只人生归零 还得重新学习包饺子手法 店里的阿姨成了曾师傅的师傅 尖角和水饺一字之差可真惨他了 可是我都很悉心地请他们 请教他们 他们很多 或者说我请来帮我包水饺的什么 他们都有很多意见 我都吸取他们的意见 然后自己在家再去研究 客人的批评 员工的意见成了最佳市场调查 曾九牛化阻力为助力 即使营运不佳亏老本 他仍不轻言放弃 或许是1980年代就赴日留学 一个人置身异乡 造就了他不屈不挠 刚强的意志力 年轻时候发展贸易生意 周转不灵 卖房卖车也当过洗碗工 烤肉店 每天到一天到晚就是 刷那个铁板 每天晚上回去都脸都黑黑的 找一个小店 然后就开始去做电动玩具 奋力一搏还真的从谷底翻身了 曾师傅靠着生意头脑 成了日本游戏季大亨 却发现就连学童也翘课来玩 当时他的儿子准备上小学 为人父担心孩子们染上恶习 他毅然决然收山 想另辟叫山 我爸爸妈妈那时候 在一年后两年一年就要到日本去看我一下 他知道我把那个电碗那么赚钱的事情都关掉去做这个 哇 我被他骂死了 即使被父母骂惨了 收入锐减 曾九牛还是决定转行 在日本开了拉面饺子店 慢慢做出口碑 店跟着一家一家开 全盛时期他经营的连锁餐饮业有100多家 水饺和尖饺的皮厚薄度 以及捏法折痕大不同 处处是学问 尖饺原本只是店里的一道点心 却成了让日本人味蕾蛇服 他最得意的代表作 尖饺外皮呈现金黄色的饺子 滋滋作响 酥脆外皮搭上肉馅香气四溢 在日本得到冠军的 大概线是一样 皮有一点不太一样 大小也有一点不太一样 他们是怎么样 每年都是到各地去吃 吃吃然后吃下平分的 台湾人的尖饺 在日本获得肯定 让曾师傅对自己手艺信心大增 但回到台湾 重启炉灶 要如何抓住台湾人的胃 又是一大考验 我们不使用这个味精啊 所以我们就用阴油 阴油有那种 那种很香很那个自然的味道 每天开店 曾师傅把饺子会使用到的调味料摆上货架 他知道唯有尽量让食材透明化 严格把关品质才能让客人安心 最重要的就是原材料 就是说你原材料弄好的 你就已经做好 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这一句我是一直记在心 水饺馅也很重要 曾师傅选用台湾在地食材 研发出有别日本更多样化的台湾味 剥皮辣椒我听都没听过 辣椒怎么还会有剥皮的 好啊就吃了一段 吃了一段以后 我觉得说好像不错 不错如果说跟饺子来做的话 应该会很不错 开店之初研发饺子口味 就折腾了曾师傅好几个月 每天中午的午餐都是饺子 我通常在饺子 我不喜欢带那个套子 因为手要弄的时候 都是弄得很干净 主要是要这个手感 用手感经验 感觉肉馅平直 选用吉安香的韭菜 曾师傅还研发出 有日本风味的玉米海苔猪肉口味 希望客人在吃饺子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他的创意与用心 要做的理念目标 就是说思安 好吃不好吃是客人来决定 我们的材料我们认为说好 认为好 认为对身体好 我没有负担 遇上词不打意 曾师傅会时而沉默 在脑中记忆库里搜寻一番 回首曾九牛的创业路 他有太多战机和西路历程 想跟年轻人分享 要做的我 其实我是要想把我 这几十年这么苦心 这样子弄得一堆经验 特别是对创业的人 因为我创业了好几次 失败再起来 失败再起来 我都是无私自通 我最想的就是说 把我这个经验传授给年轻人 这是我最想要做的事情 曾师傅人生中的大起大落 就像锅里滚滚热水中 起起落落的饺子 失败经验成就饱满内馅 骨子里的日本职人精神和手艺 他要继续分享饺子传奇 在台湾飘香